他知道我們要什麼 仔細聞一聞飼料 飼主透露這隻名叫北俠俠的貓咪 一天可以吃掉兩大盆 貓咪都愛吃飼料 不過現在北市的食安風暴 從人類垂向貓咪 有飼主在愛貓社團控訴 家中四隻貓都吃同一品牌的 大包裝飼料 最終三隻貓出現低血甲 一隻貓不行過世 當然是一定會膽嚇 因為現在毛小孩 就像是自己的小孩一樣 其他飼主聽聞嚇壞 北市獸醫院間也在流傳 近期不少貓咪就診 都是因為低血甲 甚至有因為不明肌肉症狀 死亡案例 獸醫師呼籲 如果愛貓出現拉肚子 或嘔吐症狀 就要趕快帶毛孩就醫 懶懶的 然後因為甲離子 是因為跟肌肉有關 神經肌肉有關 它會沒有力量 甚至心臟會跳動會有問題 心律不整 這個時候就馬上要送檢了 獸醫師建議 如果四組暫時有疑慮 可以改用水煮雞胸肉 暫停飼料 但飼料大廠卻疑似出問題 也讓廠商立刻發聲明 強調已經將同批次產品 送往第三方機構檢驗 也會同步抽血檢驗 吃了同一產品的貓咪 只不過大動作 卻沒能安四組心 底下留言 甚至出現四組 特地將愛犬送鞋檢 結果假禮子卻顯示正常偏低 擔心不止貓狗飼料也有問題 幾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有飼料廠商 他們有三聚氰胺 那個時候其實是發現到的情況 是真的很普遍 而且很大量 那每一家動物院都收到 類似像這樣的病例 狗來了醫院之後 都是肾摔期 那這一次的話 只有聽到說 同業有在流傳這件事 但是似乎聽起來 好像範圍還沒這麼大 造成貓低血甲症的原因 其實蠻多的 包括可能貓它本身的內分泌 或者是腸道腎臟的問題 都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也沒有很直接的證據 農業部已經掌握初步資料 但因為廠商登記地址在台北市 因此已經通知北市動保處 要儘快到廠商的工廠 擠茶飼料製程跟配方 讓四組能夠放心 明確 孟正美 公眾議 台北報導